本土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喂!BB!不好意思啊!我就快到了! 你到了很久啊? 不要緊,等了一個半小時 時間剛剛好,聽完整集動物踩場 那你再聽一會吧,我很快出門口 蛤?你還未出門口? 很快就到了! 對了,你交了下個月myradio月費沒有? 趁現在上網交吧,記得幫我加起來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沒有? 未交的話,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挑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本土論壇 陳雲、梁錦祥 好,剛才第一節就很開心了 我不知道現在談到這麼嚴肅的問題 可以大家搞得這麼開心 我現在談到我們經常見過 香港見國 你是不是覺得談下去見國有望 其實見國都是意外來的 新加坡就是意外 其實連九七談判 戴卓爾去找鄧小平 整個東西都是意外來的 如果他不找鄧小平一直拖 中共就是有等你拖 一路變成國殖民地 整個香港的主權移交都是意外的 但是譬如香港這些有很多意外因素 而演變成今天這個情況 都可以用一些非常態的方式去分析一下 舉個例子 譬如說 如果你這樣發展下去 你香港可以做些什麼 或者他實際上那個性質會變成怎樣 其實就很多以前的所謂議員家都說過 在我們做節目出家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說 另外一天就說這件事 當作命運難測的時候 我們就會玩一下其他事情 來推演一下命運 我覺得那個做法 就不是說我們宣揚迷信 而是你想到一件事太久 而沒什麼突破的時候 其實你就應該用一些另類的方法去想 令到自己多一些靈感 多一些所謂 think outside of the box 那你就可以看到一些新的角度 其實再回到現實 不是說占卜了一件事 就真的相信卦象 相信天象 而在那些地方 好像我們有些因素 我們從來沒有考慮過 然後再重新考慮一次 譬如說占卦 或者你看陶螺牌 都是這樣 他沒有給你一些很直接的東西 不過他給你inspiration 你就可以天馬行空去想一想 究竟應該做什麼 這個問題其實是由來已久的 但是一般來說 譬如在這個英國人 他上來香港的時候 他們有錢不多不少 又會有一些對香港風水的研究 這些風水的研究 他們又會把一些相應的措施 或者一些行為在這裡 那日本人來到 他又會做什麼 日軍來到香港 最明顯就是改建總督府 因為我們見到 他就炸了宋王台 那這些東西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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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他怎樣游說一些 但那個執行當然是有科學理性 就是用行政的理性來做 但那個決策未必是 這些所謂另類歷史 你很難在正統的歷史裏面找到一些說法 甚至一些原寫資料 不過現在我們起碼手上掌握的資料就是 其實當時這些英國上岸的 很早期的人包括共濟會 共濟會在香港又搞了很多事情 舉個例子 例如你前一陣子 在書中寫了那個占卑 維多利亞成的 用埃及的方占卑 唯一一個地方是用的 其他新界 很多界限界都不用了 有一個長方形 這兩個後面的推現 第一件事就是摩承阿華 當時英國很打來 在香港一上岸的時候 其實共濟會也有影響 第二件事就是 共濟會在響代的時候 它是透過很多方式 在這裏做了很多事情 做了這些事情 到現在都還發揮作用 因為簡單來說 共濟會現在還在香港 還有一個洛杉 對政府來說 那些事是無雙彈牙的 對政府來說 就任由他 好像沒有害 但又擁有些事 就不要擁有他 是啊 我聽到一些小道消息 在這裏可以說一下 就是 香港的共濟會 我不是說普通的會員 其實一些比較senior的會員 其實他們很少討論 有關中國的事情 其實主要討論一些 關於歐洲 或者英國自己本身的事情 即很可能覺得 中國發生的事 對香港的影響 其實都不是那麼大的 即是這一個呢 就是講明 你到現在 甚至所謂這些殖民地的漁風 即這些政落來的 就不是好像現在 即這些六八九那麼愚蠢 就是以為你連了一個油漆筒 層面那個 以利沙伯二世那個 就可以將這個殖民地的 其實就不是的 你蓋過了些人 更加懷念 更加是被他遮住了 你除非整個移走 但是我覺得這些 純粹是說那個象徵性的 但是我覺得 真正那個 就是港英流下來的殖民地的影響 事實上是深遠到你 不是你 這個中共或者六八九 可以透過幾十年的時間 可以唱個清洗 因為這個 這個 英國流下來 這個是一個好心根 即甚至是 你不能移走的一些影響 這個是包括一些 即我們現在見不到的一些 一些地貌的處理方式 當然這些問題 你不能用一個實政的方法去解釋 但是你就可以用一個 另一個方法去推現一件事 就是說 譬如你現在 中共取得了香港的政權 它有沒有同樣的思考 像當年這些 英國的或者日本人 它要嘗試去改變香港的地貌 去鞏固的所謂管治的權力 實際上那個動機是比以前大的 因為它對自己管治香港的自信心 是遠遠不及英國和日本人 因為經常都在害怕 這些人都在作犯 你都用這個方法去看的時候 我們就想問陳雲 最近這個梁錦松 他出來 一開始出來說 這個郊藝公園 可以佔成一個處理 其實我們可不可以用這個角度去思考這個問題 郊藝公園其實保留了原始的地貌 另外就是 那些人是覺得受保護的 整個六大保護住 首先是那個羅湖邊界封住了 然後是很多城市後面有靠山 那如果它一開發的時候 或者是剷了它做屋 或者是有公路伸進去 那些人會覺得受保護的感覺 或者安全感會喪失 即是說原本我後面 譬如住馬鞍山那樣 我後面就是馬鞍山的郊藝公園 那現在又不是 後面再產 後面再有屋 然後就覺得 嘩 我好像那個後院不見了 那是很大的心理威脅 嗯 但記住這件事 這個郊藝公園會 在港英時代 是故意是一個比較長遠的一個制定香港城市政策的措施來的 都是規劃的原則 即是有了郊藝公園之後 就是那個建屋或者集中發展的地方就在了市區 那市區就去 那個土地就非常有效地利用 那也是用垂直城市 和垂直城市 垂直的商場之間有天橋地走 那是形成了香港很特殊的城市生活 那現在呢 拆了後面的郊藝公園 拆了後面的喉山再建東西 那之前那些東西就變得很愚蠢 嗯 那就算你不同意 你同不同意 剛才我們這些 即是靈略歷史的觀點的看法 但起碼一件事 你要想想 就是現在這個 中共對香港的那個政策呢 其實呢 有好幾個指標 嗯 其一我們以前都很強調 就是呢 人口的換血 嗯 要將這些在特別北方下來的 講普通話 人家溝探你香港 土生土長 講粵餘的人口 但這個不足以 即是去改變現在香港的政治的 對這個中共的挑戰 那可能下一步的做法就是 你會將香港 和這個深圳拼合 嗯 成為所謂深港的一個 一個太多 這個在九七之後 已經積極構思要做 只不過這裏很多阻力 很巨大的阻力 那 那麼 嘉義公園的 將它變成住宅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即是客觀的政治的影響就是 它會可以令到香港 吸納更加多的中國移民 嗯 從而溝探這個香港的人口 嗯 那你如果雙管齊下 即舉個例 譬如是深港大都會 再將這個 整個 即是香港的嘉義公園 去改變的話呢 事實上你香港土生土長的人 在這個深港大都會裡面 再加上你現在 即是移民後來的 就絕對成為這個 深港大都會裡面的 ethnic minority 少數 即是等於以前 深圳的 港客家話 那些原住民 還有 由外省移入去的人 的比例一樣 嗯 即是如果誇張一點 說了 我很強調 我誇張的說了 就有一點點 等於現在 在香港的 南亞裔的 香港人的 那個情況 等於我以前去深圳的話 就是 在大城市店頭 就講普通話 但是如果跟那些司機 三輪車 或者是小販 就講客家 那即是說 講客家那些 就是原住民 那些就會萎縮到 做犯覆走卒 那些這樣的地步 嗯 這個也是 即是 為什麼我去強調 這個原因 就是 即是你現在香港 如果你還用原有 我們在幾十年前 覺得 可以跟港英政府去談 即是去談判 妥協 或者施加壓力 那種方法 如果用這個方法 就必死無疑 即是如果你用這個方法 想著可以 即是 講緊逆轉 剛才我們說的 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 你必定會陷入現在 變成現在 我們將會變成 在香港現有的 南亞裔的 即是香港人 那個處境 當然我不是說 那個處境一定不好 而是說 那個數量方面 就是 影響力會小了 即是 不再是自己 可以說得事的 大多數 雖然很多人都會 擁抱一些普世價值 說 多元主義 多元化 保護弱勢 那時候 由於你在主流 和在強勢 你是 跨跨其他 但你在弱勢的時候 你看看你 說得 說不說得出聲 但是那個處境 是比現在的 這些在南亞裔的 香港人 是不同的原因 即是 這些南亞裔的 他們無論怎樣 不開心 都可以回到他 即是這個 他族裔出身的地方 即是 還未知感榮歸 即是 舉個例 譬如說 我在這裏 前幾年 中了六合彩 接著回去 巴基斯坦 那我們不行 即是 我們在這裏 我們 是 We have nowhere to go 沒有訂走的 即是 上一代 都仍是 幻想著 回到東莞 回到張木頭 石棋 但是現在 回去買了房子 都走人 連房子都賣了 發覺不可以退休 是啊 這個就是 對我們來說 一個很有說服力的原因 就是 我們是要不惜任何代價 要維持現在 我們現有這種生活方式 以及 我們這種身份認同 即是 這是 因為 你走下去 除非你選擇 你去其他地方移民 你做一個 移民 即是海外的御工 以前民國時候說的 工御的御 工的工 但是 去到海外 那個香港人身份 也都難以保存 能夠融入去加拿大 或者美國主流社會 既然好 但是那個 我們那個種種 或者我們那個文化 生物方式其實是注定 在這一代是 用不到 下一代或者可以 經過 在那邊長大 或者雲橋可以 但是我們這一代 進不到 但是我們這一代 糟了糟了 我們的壽命長 還有幾十年 但是那邊已經赤化了 那邊的華僑區 或者港橋區 港橋區 港橋區已經根本不存在 都不是華僑 就是綠橋 大陸 大陸 他們是用普通話簡體制 以及中共大使館 中共情報組織支援之下的僑舍 那你如果想過少少 唐人街生活 或者唐人街生活 你就會進去那裡 結果你就等於回大陸 剛才陳雲說一句 我覺得 我最同意的 就是如果你香港人 香港的身份 保障不了 保持不到 海外的香港人的身份 也保障不了 那 保持不到之後 有什麼效果 那就留給海外的香港僑民 但是現在梁錦松出來一選的時候 他就說這句話 那我有一個推測就是 這個其實是中共放風給所有 要參選下一屆行政長官 你都要說這句話 就是要做吳三桂 可以關門引清兵入關 你才可以做到清朝的官 清朝的漢官 因為你如果當中共是後清 他對香港的政策就是 你要做香港特首 就是要做吳三桂 簡單來說 如果你有想做香港的行政長官 你就必須你講這句話 你才能進入閘 這個是可以實證的 你看看後來出來選 而又能夠進入閘的人 是不是都會說同一樣的說話 甚至我有一個懷疑 我有一個推測就是 就算將來所謂 一人一票選特首 如果有這個篩選的過程 那些人都會照說現在這句話 這句話才能進入閘 否則選委會的體名是不夠的 這句話是不夠的 我強調說一件事就是 一人一票的選舉 特別是中共那種有篩選的選舉 是不足以改變現在香港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 就是因為其實講來講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不能夠防止到這個人口 不能夠制止到這個人口換血 或者阻止到這個深港大都會的成立 你香港人就注定是失敗 如果大都會成立其實很易見的 如果一個位是有空無時搭上西鐵 過了錦上路向左手邊一望 那邊就是紅樹林之後 後海灣紅樹林之後就是深圳 而深圳就是一排一排的高樓大廈 好像中環一樣迫過來元朗那邊 而所謂的深港大融合 就是你看到眼前那一片小片陸地 雞工山下底的後海灣紅樹林 就會變成一排一排高樓大廈 那麼西鐵就是在高樓大廈之間洗過 陳文剛才的分析大家可以印證一件事 你可以用雙重的方法去印證 就是這個其實改變香港的地貌 就是等於改變香港的命運 即使你不同意這件事 你也可以思考一件事 就是這個中港之間的邊界 他們將會做些什麼 特別是用一些大家不知不覺的方式 去做些什麼去改變這件事 你是見到這個政策的動機顯現 你剛才西鐵這樣平衡那條線 就是港山港高鐵 他的目的就是要將那個Mega City 由深圳一直延到我們新界這一邊 新界變成一個大城市 這樣的話大家是不用指意說 乘火車會見到有綠色的 小小的森林仔、小山江那些 全部變成屋 這個所謂將香港交易的公園 變成一個大家可以居住的這個說法 實際上就是這個整個大的計劃的一個小策局 那你給他改了之後 接著就來一件事 就是將這個150人 50個單程證的quota 將它拉高 300個、400個 再增加人 很快便填滿香港 香港可能就真的好像以前曾蔭權說的 就是一千萬人口 在一千萬人口裡面 你成為其中一份子 即使給你投票權 你都是非常無力感的 沒有的 那個從來都不是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法 簡單來說就是 一人一票的普選 如果在這個人口換血的背景之下 是完全 這個不是我們要爭取最終的目標 即使香港本土人只剩下400萬 因為我們會有愛意 還有我們那個生育率是負數的 而你不斷增加 在那一千萬人口裡面 我們可以推算一下 有六百萬是大陸人 或者大陸的新移民 他們不會香港化 接著四百萬是香港人 這樣的話 你怎樣搞 是的 所以這個問題 說回到 雖然這個特首的選舉 還有一段時間 但其實這裡可以 首先跟大家去討集一下 就是一件事 大家要問的 就是 香港這個城市 即以現在現在這個 地理的面積 它有沒有人口上限 如果你聽到 即香港人口應該有一千萬 那一定是鬼來的 一定是 因為以前 人口人的想法上 香港人口上限是三百萬 在這個節目講過 即是科學的推算 合乎人性 合乎生態 合乎水土負擔的推算 香港的合理人口 最多是三百萬 現在已經遠遠超過了 所以我們覺得 現在香港生活 這麼辛苦的原因 就是它超過三百萬 而三百萬就是七十年代 這個是實際看到的 因為你走到街上 你搭地鐵 你就會感受到 人口上限的壓力在哪裏 即是比東京還要去過 不是我剛才來才看 剛才剛剛壞車 大哥 我看了這個體制 是塞滿了 我以前沒去過東京 經常看一些片 覺得東京很恐怖 但去到不知幾舒服 哈哈哈哈 那麼少人 哈哈哈哈 在這個特首未選舉之前 或者現在沒有 其實以前 我們還有一個 例如說 你可不可以跟深圳買些地 或者其他填海 或者之類的 但現在這個背景裏 凡是你說香港人口上 一千萬 你就不需要問後面的問題 不需要解釋 這個一定是鬼來的 哈哈 所以這就是留給下一屆選立法會議員 或者特首選舉 你就要問這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這個居住問題 我前幾天在節目我都說過了 類似梁錦松這個說法 就是一個所謂假的異分法 就是你如果不開發這些交易公園 香港的住屋問題是解決不了的 解決不了 就是給大家一個假的選擇 就是你要交易公園 要是要很高的樓價 當然知道是假的了 樓價不是因為 未開發交易公園 或者土地供應不足 樓價之所以高 是因為高地價政策 而高地價政策 是因為很多東西 包括貨幣和美金掛鉤 然後是 土地供應是捏住了 明是市區裏面有很多 可以很ready 建樓的地方 連接到地鐵 公路和排庫系統 然後馬上在三年內 增加很多單位供應的地方 沒有供應到 沒有供應到 要將公園改變成為儲物 其實一個很容易的測試 就是 郊野建了樓 是否會小到樓價跌 很簡單 你就看看 現在是否可以很便宜的 買到丁屋 丁屋本來是在農地上建的 它本來都是郊野 就是種油菜的地方 它現在建了樓 建了三層 密密麻 你一排一排 你發覺是否便宜了買 不是 更加貴 那這些問題 其實你剛才提到的丁屋 都體現到現在的 特區官員那種政治取向 那你記不記得 這個唐英年去選的時候 是曾經進入去這些丁屋 可以 僭建都可以 看一看怎麼搞 其實可以容許他加建 或是僭建可以寬容 或者是罰款 若干之後可以由得他 那他是可以增加單位供應的 那你記得當時林鄭月娥怎麼說話 林鄭月娥說 有話一定要執行 那你見他珍重點 是完全沒有提及這件事 實際上丁屋 以前在政府 或者是在我審承綁主權論 我都是主張他放寬的高度 因為是浪費了土地 現在放寬高度的時候 就會增加單位供應 增加單位供應的時候 樓價會跌 但政府是不會容許這些事情發生的 最簡單的 現在說的樓價問題 你對這班人出來說 還是套以一個極度危的態度 如果連丁屋那一段 明明放寬了 立即增加樓宇供應 而且多很多本地的就業 即是小師傅、裝修、小工程 立即就業很興旺 但他又不做 偏偏 這裡不要動 樓家藥公園 明在這裡這麼簡單可以做到 為什麼不做呢 那這些越揭就越多 只要的問題就是說 大家不要聽到樓詞的時候 就是一個神經的反應 就是一有 建多一些樓 大家瘋狂去支持這件事 即大家一定要抱一個 所謂很批判性的 quittable態度 在現在這個香港的駐屋問題 因為這個駐屋問題 必定會成為下一屆 這個特首選舉的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字體 即是誰想拿一個稍微高民旺少少的 就是拿這個出來去 因為住屋或者樓宇供應 商業單位供應 不單只是民生問題 還在境外的資金投資 或者是洗額錢也好 或者是把資金放在香港 生利息也好 他是同時間討好境外的紅色資本家 而這個才是真正要做的事情 這些香港人要畫自理 最後這件事要看一看 就從當年說過的概念 就叫做馬克頓 馬克頓也解釋 其實香港也很像馬克頓 馬克頓就是 你那些人就去做事 馬克頓就散了 馬克頓加 那些加當然是2000年那些 口頭閃 大十年後面的潛台詞 如果放在今天的 context 放在今天的 context 放在今天的講話會是怎樣呢 就等於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土生土長香港人 你現在住不頂不住 那你就不要在香港 你就日後回香港 夜晚不去 住過去皇江 福田 福田不可以 就把木頭石棋 那些就是大家平時去做另類消費的地方 雞腳走的地方 你叫你在這裡住 你就是這樣 自己想過 後面的潛台詞就是這樣 實際上的客觀效果是怎樣 除了剛才我們說的 香港變成一個大都戶的人口換語之外 還有一個crowding out effect crowding out的效果 就是你土生到香港 頂不住香港的生活壓力 和生活的指數 你就要走到上面 然後你就會和現在的 過來自由行 走市吹火的人 都住在一起 然後大家一起打架 然後就會非常勇武 但是那種是野蠻來的 而且打的地方不在香港 對嘛 就是在深圳打到流血 或者不是深圳 可能還在東莞 那這半個小時的節目 就跟你很深入地 很詳細地 很全面地解釋了 這個中共對港大陰謀 哈哈哈哈 其實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以香港為家 是要這樣想的 政府不幫你們想 但是我們民間一定要這樣想 那我們一早先揭爆了 OK 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見 拜拜